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暴力界是坏事我也念给大家听听 你们可以评价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 从一个民族的勃起到一片土地的灰烬 从历史的不公平开始 它反复无踪的终结 每一步都是你的火焰 从真理的赤裸的生命 到人们憎恨它是黄片 从爱情的微笑的花朵 到它的果实的先言 每一开口都露出你的牙齿 从强制的集体的遗存 到文明的精密的计算 我们的生命价值的推翻 再建立 再建立 最后得到信任的容颜 是你的贴长 从我们今天的梦魇 到明天难产的天堂 从婴儿的地生啼酷 直到他不甘心地死亡 一切遗传你的形象 这些暴力 这些暴力它有对现实 对当时当局不满 也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话 叫对旧社会那些现实不满 但这些实比较平 你看它里面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它比较接近于是一种图解 就把一种观念转化为诗的形象 真正好诗是要读起来 让人感动 要触及到你某些潜在的 平时不容易觉察的那种感觉 这种诗可能就是好诗 但是木旦这类诗占的比重不大 下面我们还要看看 木旦有一类诗歌 他是关注青春爱情 和人生意义的 诗人也是常人 起码木旦他的亲友回忆 木旦这个人不怪 因为很多艺术家诗人都很怪的 木旦这个人不怪 他也不是特别内向 我们现代文学史上 很多诗人都比较怪 像我习字模 你不能说他怪 但太浪漫了 太多情了 像珠香 那就有点神经了 怪人 但木旦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他只是在写作的时候 纯肉写作的时候 他显得那么的丰富 那么深邃 下面我们读几首 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诗 一首是春 这是典型的 这个现代主义诗歌 比较难懂 但是每个人在难懂中 都会有感觉 你们看看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它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生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醒了 推开窗子 看着满盐的欲望 多么美丽 你们注意啊 还没有说满盐的花朵 花草多么美丽 满盐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迷 所宠获的 是我们二十岁 紧闭的肉体 一如就如 那泥土做成了鸟的鸽 你们被点燃了 却无处归一 光影声色都已经吃了 痛苦着等待深入新的组合 那么第一段呢 他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青春 青春怎么写 一般就写青春多么好啊 多么美丽啊 但他青春早演的是两个字 什么诱惑 这里说的诱惑 不一定是贬义的理解 诗人呢 正是从诱惑这一点 找到他对青春的感觉 有他的思考 有他的解释 你看 是吧 那句啊 绿色的火焰在草地上摇椅 你本来这个 一棵树 一棵草 是吧 一重草 那么就长得很绿 春天吧 绿的像什么 像火焰一样 很热烈 在草地上摇椅 他渴求着拥抱你 花朵 写的是一种欲望 是吧 那种欲望的强烈 也是诱惑的强烈 流通火焰 火焰 那种热烈的 是吧 那么在这种火的笔下 你想写火 绿色的东西怎么跟火连在一块呢 是吧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 这个 感觉上的落差 这都是有时候就这样 这两个怎么沾边呢 绿色和火完全不同 这造成了这种欣赏上的摩擦力 一种极大的欣赏的 这个落差 读这样的剂子 你会稍微停下来 绿色和火 好 你在联系的时候 想的时候 你可能找到一个联系点 火是热烈的 那么这个绿色 这个花草的生长 春天的到来 它的欲望也是热烈的 好 这样你就找到了感觉了 是吧 就体验那种生命的活力 那种动感 摇曳 拥抱 是吧 花朵 草和花朵 充满那种恋情 现在比较难懂的是 反抗着土地 反抗着土地 花朵生出来 花朵长出来 一般是慢慢长出来 在私人的眼中 它感觉到 它是反抗这个土地 它好像要跳出这个土地 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 一种力感 一种很有力的 春天到来 一棵树 一个花 它生长 给你感觉 它是一种生命力 它要突破那种禁闭 是吧 它把土地看成是一个禁闭的 所以里面有怀劳 有欢乐 所以大自然的一切 也都和人的生活一样 和一切的青春的生命一样 它是有种力 这个爱过我们的人们 都会有体会 所以这个写的是一种 动植物了 植物的一种生命了 其实它写的也是一种欲望 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爱情 爱情里面也有烦恼痛苦 欢乐的组合 所以它看那个满延 推开窗子 满延的欲望 就是满延的生命力 就满延的矛盾 满延的美丽 所以第二段 对前一段的描写 是一种忏实 有一种理性的融入 但是仍然是用感觉表达出来的 比如说永远的迷 对生命 对青春的那种神秘感 那种感觉 对神秘的那种感觉 那种力的吸引等等 就是可以看到一盐子的花朵 花草 想到是年轻 想到是青春 是吧 想到是还没有完全开放 正在开放的那种年轻的生命 但是有一剂是大家比较难解的 是吧 非以所思的 这个就是把肉体比作歌 是吧 把肉体比作歌 你看 蓝天下 为永远的迷 迷惑的 迷是迷已的迷 为永远的迷所迷惑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这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对生命 对年轻 对青春 人的认识是少的 里面有很多迷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年轻的生命 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理解 是吧 它这个紧闭的肉体 还没有开放 这种没有开放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的鸟的歌 你们想象啊 青春 肉体 是吧 好像鸟的歌 这鸟的歌 还是泥土做的 鸟的歌 这非常朦胧 非常不好理解 但是我想你们仔细提下来体会啊 鸟的歌 是一种很灵活的 泥土做的又是很禁闭的 是吧 就是把很复杂的多种的感觉 融合在一块 这种感觉是矛盾的 但是也是我们理解这种青春的谜 所需要的 是吧 最后你们被点燃 却无处归矣 当然不要理解那么死 好像青春被点燃了 开放了 但是没有地方安放 大致有这个意思 但是呢 不要完全这样理解 所以下面有一句啊 光影 深色 写的都是青春 都是年轻的生命 都已经赤裸 就充分的开放 痛苦着 等着 深入新的组合 未来到底怎么样 未来的人生怎么样 要有新的组合 是吧 所以这个诗比较难懂啊 但是特别是那个鸟的锅 鸟的锅 竟然用泥土做成 当然也有人解释为 就理解为是直铺的 严实的 又是压抑的 你想想 泥土做成的鸟会飞吗 不会飞 是种压抑的 但又是鸟 它又想飞 是吧 这个就制造了一种 所谓的张力 就欣赏上 它把各种感觉 用这些形象 组合在一块 表现那种矛盾 矛盾的感觉 就说不清楚的 那种对青春的那种感觉 那么下面讲 那个被点燃了 无所归矣 无所归矣 我们可以理解为 青春的迷惘 有多种可能性 有新的组合 就像你们现在 可能二十多岁 三十岁 未来的时间很长 有很多变数 很多未知数 所以你们的青春被点燃了 未来怎么发展 是吧 有多种组合 当然现在这样说 那是比较死板一些 这个 所以技术师 现代性的特征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所以以后我们碰到 戒律师怎么办 不要一下子走开 说这看不懂 说他乱说 是吧 不要这样 去体会一下 他能不能在某一些方面 能够打动你 能够调动你的感觉 是吧 因为我们 这个 通常我们现在 社会生活很紧张 每天上班下班 挣钱吃饭 是吧 这个人呢 感觉比较少了 人的那种 严实的感觉 更少 所以这个诗歌 有时候有这些功能 它会让你重新 去唤起某种感觉 是吧 唤起某种感觉 唤起某种潜意识的东西 所以你看这诗啊 它的特点呢 一个注意呢 感性和自信的融合 它里面有自信的东西 理性的东西 但它有感性的东西 它融合得很好 是吧 第二个呢 是它的比翼 有些比翼吧 是吧 是大跨度的 绿色和火焰 是不是大跨度 但里面暗示性很强 这是第二个 第三呢 意象奇特 非以所思 我们读古诗的时候 没有读过这样的意象 这是现代诗的一个特点 你读唐诗 有这样的意象吗 有跨度这么大的吗 没有 它的意象非常奇特 是吧 滑朵 机缘会反抗着土地 是吧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年轻人为了摆脱 摆脱那种惯有的那种秩序 第四一个呢 就以言陌生话 奇景 是吧 以言陌生话是什么 就诗人说话 跟通常我们的说话是不一样的 诗人靠感觉说话 诗人有时候要破坏这种惯常的习惯 破坏这种义法 它不合我们通常的义法 是吧 这样呢 它会唤起我们欣赏过程中 停下来 思考一下 它为什么会这样说 让我们的语言会变得更有活力 诗人的语言 诗的语言 跟通常语言是不一样的 你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一些广告 是吧 譬如说 非常难你 前几年有 这开始是一种诗的语言 是一种不通的语言 非常是个形容词 怎么跟难你这个名词 这个副词 怎么副词跟非常是个副词 怎么跟那个难你比在一块 但是它非要你停下来 非常难你 也通 现在大家也都接受了 是吧 这个现在朱董 你们最欣赏的 它的歌词里面有很多很陌生话的 不是通常人说的话 是吧 那是这种诗的语言 这个所以我们读这个现代诗以后碰到 要注意 就像木旦的诗也 也让我们体会到 这些现代主义诗歌 它的一些特点 基本的特征 它的朦胧 它不能够做 那个非常实的理解 他说戒记写的什么 内记写的什么 这样不行 要整体感觉 看它在哪些地方能唤起你那种陌生化的感觉 是吧 唤起你那个潜在的意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讲 这些诗歌最重要的一组诗 木旦的代表作 也是最难懂最难懂的 是吧 这个现代主义诗歌 就是诗八属 一共八属诗 这八属诗都是爱情诗 但这样的写爱情 历来没有 古代没有 现在也没有 所以这些爱情诗写的这样 是非常奇特的 下面我们就来一手一手来分析 第一手 你们看啊 看这屏幕上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 虽然我为你点燃 那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 我们相隔如虫山 从这自然的蜕变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 变灰 变灰又新生 姑娘 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懂吗 不懂 不知道乱七八糟说什么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 虽然我为你点燃 什么意思 我先解释我的理解 然后你们看看对不对 也可以有你的理解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可以想象一对恋人 恋人他们的恋爱了 他们相爱了 但是特别人他跳出来想 我们的恋爱是什么 我们的爱情是什么 你的眼睛里看见的这一场火灾 你说你说看到的我们的这个爱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火灾 这种火灾来形容 恋爱开始了 历来没有听说过 有点杀风景 但其实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爱情 它的到来都是突然的 不能预报的 是不是 跟火灾差不多 爱情都是热烈的 是不是 跟火灾也差不多 爱情往往都是不可舒适的 跟着火也差不多 可见火灾来形容 男女之爱 有它的一定道理 你的眼睛看见这场火灾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意思 爱情不能够依告的 突如起来的 谁也不能说 我是2009年12月31号 我要开始我的爱情 可能吗 不可能 爱情的到来是突如起来的 是火灾形容爱情 闻所未闻 是吧 你看不见我 虽然我为你点燃 在恋爱中的时候 你看就好像着火了 你看不见我 我也看不见你 虽然我已经点燃了 虽然我已经陷入爱情了 那烧着的 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 我们相隔如虫山 什么是爱情呢 诗人这样解释 爱情就是 就是在燃烧那种成熟的年代 就是说一个人呢 他到了一定岁数 成熟了 他就会产生爱情 是吧 必然要恋爱了 成熟的年代 这燃烧什么 刚才说火灾 烧什么 烧的是一种生理现象 他岁数来了 他要燃烧了 你的我的都在燃烧 其实我们相隔如虫山 就在恋爱中 有时候跳出来想 两个人好像很亲密 其实相隔如虫山 有时候不能沟通 在什么情况下不能沟通呢 他想象 从这自然蜕变的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是吧 从这自然蜕变的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既然刚前面说了 爱情就是成熟的年代 人的成熟 必然要经过一个程序 他是这样来看的 自然蜕变的程序里 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些阶段 所以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当然你也是爱了一个暂时的我 就是说只有这一段 青春的这一段 是吧 是暂时的这一段 大家是彼此相爱的 自然退化的 它是大自然 老天安排的 是一种生理的现象 即使我哭泣 变灰 变灰 又新生 姑娘 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你这是不承认这事 你要哭 要把自己烧成灰都好 但是这处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在玩弄 所以这处诗它是解释爱情 这种现象 爱情有一种生理性 它是一种人必经的一个阶段 爱情它在跳出来看 它是一种生理现象的研发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 它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所以这样的爱情诗 真是有点杀风景 读起来觉得有点杀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